Hello大家好,我是丁丁 欢迎回到韩版天堂M1月第四周的更新内容 本周的更新重点在埃斯卡洛斯的旗帜战 龙斯杀洛Boss的活动 还有高级商店大改版 我们赶快来看一下详细的内容 第一个活动是埃斯卡洛斯旗帜战活动 时间为两周 玩法跟过去一样 在旗帜点插下旗帜后 它会随着时间增加你的buff能力 并且在完成6小时的占领后 会获得一个占领者的宝箱 好,第二个活动就是 这叫做龙之宝箱活动 每天消耗100个叶子 就可以获得一个龙之宝箱 一命可以开到龙之胜水一罐 以及经验值10%的成长药水两罐 第三个重点就是龙之沙漏啦 这次有开放叫boost 什么意思呢 就是本次的沙漏箱子可以自选 不用在像之前一样 随机出现的高级或一般 那这个自选 就可以选择一般或高级啦 那一般的我是建议都选它啦 因为有那个爱比诺盆地100%经验加成 第四个活动内容就是新增了一般制作 这个制作内容就是针对玩家 不常使用到的武器防具 还有饰品栏部做制作的 你只可以使用未解封或解封的 刻印武器防具跟饰品栏部 加上500万天币 去兑换20颗高级龙之钻石 好,第五个更新内容 这也算是一个蛮大的更新啊 它是针对高级商店进行大改版 这边是44个高级的商店金币 然后里面可以兑换的内容有这些 非常的多 其中第一个就是高级商店补给箱 第二个是高级地下城补充宝石 像艾斯卡洛斯跟艾比诺盆地 还有这边是英雄技能书选择箱刻印的 以及这个英雄防具选择箱刻印的 再来就是 服内的一般副本 还有世界副本 凭证制作 然后再来最后一个就是 皮卡尔的刻印装备选择箱 然后再来这边是开放的 一般服可以兑换最高级卡包 好,再来这一个是高级商店补给箱的内容 它里面有三个综合硬币卡包代币 50个纯白,5000个高粉 5个束缚胜水大罐的 5个守护石以及10个龙子胜水 非常的蜂窝 这个凭证可以使用当期的活动道具制作 一个可以换一个金币 好,再来是韩版的本周周末制作 这周周末制作内容是一般般啊 没有什么特殊的卡需要拼的 那这个有一样是骑士团装备选择箱 本周的子卡是土龙者跟死亡骑士 好,再来本周的周末个人制作 一样开放的蓝龙特别箱制作 呃,每周周末礼包 更好跟满就对了 蓝龙特别礼包制作的 我们看凭证就好了 它的凭证用一个可以兑换一个 神秘的稀有圣物卡 用两个可以换那个保底点数 八个可以换紫卡的保底点数 好,再来你用八个凭证可以去几率制作 魔法娃娃卡箱 蓝色飞龙 那这个蓝色飞龙的卡箱 一样是可交易的 失败它会给你一个保底的英雄圣物选择箱 合成 好,再来往下看 另外一个个人制作 一样有开放那个卡包制作 那这个卡包叫做神之圣物补给箱 它里面可以扣得十个高级圣物卡包 以及五个综合硬币选择箱 蓝钻礼包里面的凭证 可以塞活动现实收藏 分别是四个可以塞四个抗晕 以及四个可以塞无视伤害减免3% 然后这一次的凭证制作就相当的无聊啦 八个只能换一个 神秘的英雄卡选择箱 就这样子 没了 好,以上就是韩版本周的更新 详细的内容 像那高级品箱子的内容物 或是它怎么兑换的 我们等3点30分的详细公告 再跟各位讲吧 大家拜拜咯